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的往下去进行讲解 那么在这里面把这个3D开关给它打开 那这时候呢 按一下这边的P键 按一下这边的P键 把这个值呢 把我们的那个 就是说位置的值啊 我们稍微的变大一点 大到多少呢 我们先大到9000试试看 就往后退嘛 对不对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确保它的S shift加S 把我们的这个缩放呢 给它调出来 这个值呢 也要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画面呢 是比较完美的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用3D按一下C键 那你这样子切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包括你最后切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 它整个的画面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 懂我了解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呢 这是我们最后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定格的画面 我们的定格的画面 我们再往上去去一去 我们就这样子定格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先开始的话 我们总归是有一个 由远即近的过程 相机是由 由远慢慢的往前面拉 往前面推进的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看啊 我们可以第一个保持相机不动 物体自己在动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相机在动 物体不动 反正你不能切把他们两个同时动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负集关系 对不对 来 你看看啊 我们先把这个值呢 先把它往后退 我们给到负的 比如说负的4000 对不对 负的4000 那这时候的话 那这个值的话就比较嗯 比较远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哎 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值是发的 啊 离我们比较远啊 对吧 我们按理来说 我们希望把这个值呢作为最后一个定格画面的 那这样子吧 就先这样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直接的呢 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P属性呢 给他们再往外面来一来啊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 按一下C键啊 按一下C键啊 直接的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画面呢 我们直接的把它的位置啊 利用 利用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利用我们的那个摄像机工具啊 给他呢 尽量的往中间去放一放 啊 其他的呢 我们不想去多动啊 那这时候的话单独的 动这个P属性还不能动啊 只能动摄像机的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呢 先把它呢 往 这个在外围去吧 先把它往外围去吧 就是先出画面啊 总之要让他先出画面 好 在出画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加一个 关键帧啊 对 摄像机啊 加一个关键帧啊 在这个地方把目标点跟位置 统一的加一个关键帧 那么大概差不多过了一秒钟左右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利用摄像机 把摄像机的值呢 往回退 啊 往负方向那去退啊 退到差不多负一两千左右的时候啊 哎 这个是不是就在这个值啊 好 然后呢 按一下C键 把它呢 稍微的往中间平移一下 我们的画面呢 定格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定格差不多 我们定一个一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针呢 可以往前面推一推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看 哎 画面的话 我们要很快速的进来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他希望停一下 停一下呢 再去加这两个针啊 这个呢 固定增加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哎 就可以了 那他呢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动画 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动画了 好 我们来播放一下看看 对不对 好 那么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啊 哎 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又要做动画了 我们又差不多过了这段时间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继续按住C键 继续按住C键 往后退 哎 往后退 那这个人呢 是不是又进来了 哎 进来的时候 继续按C 继续按C 那这时候呢 把这个点呢 尽量的放到视觉中心的位置上来 懂我的意思吧 哎 那这时候的话 你看啊 这个人 一个横空飞梯啊 尽量的是一个特写的表现 尽量的是一个特写的表现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横空飞梯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他也要做一些简单的定格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定格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好 最后呢 再来时间比较相等的啊 按一下C键啊 这种就是调调镜头的啊 对不对 按一下C键 好 然后呢 按一下C键把它切换到平移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哎 这样的一个画面呢 我们基本上就给它搭建好了 那基本上就给它搭建好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先看一看啊 这样的镜头 这样的镜头 以及这样的镜头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卡到6秒左右的位置 那卡到6秒左右的位置 直接的呢 按一下N键啊 直接按一下N键 我们来先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整个的时间上面呢 还是比较好的啊 镜头的感觉啊 都把控的比较好 对不对 哎 非常好 这个画面 好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 我们呢 其实最后的话 你需要如果把它去做一个镜头模糊啊 那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所有的该勾选的 包括这个勾选的呢 都给它勾选一下 我们在这地方 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对 它应该是有这种动感的效果的 对吧 应该是有这种动感的效果 好 那这我们就不去多说了啊 整个的节奏呢 还是比较OK的 还是比较OK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前面的前奏相当于 对不对 好 那么动一下U键 把这个呢 时间呢 我们呢 适当的去 简短一点 就是出场的时间呢 让它变短 那么延迟的时间呢 我们不希望它有任何的变化啊 中间延迟的时间 我们不希望它有有变化 只是希望它出场的时间能够更快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呢 这个是延迟的 对吧 前面是这 这每两个 这每两个都是近的 那这两个呢 都是近的 我们希望它快一点 好 这个呢 基本上最后呢 再去做一个关键钟 把它呢 放到我们对应的位置上来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节奏 我们先把动感模糊关掉啊 对吧 这样的一个镜头感的话 我觉得的话是比较合适的 好 这是我们四秒钟左右的 对不对 好 在这个地方按一下N键 在这个地方按一下N键 好 将合成修制 通过区域就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镜头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镜头 那么接下来要出来的画面呢 就是不断的散现的一个画面 那么怎么办 好 把这个画面再复制一下 这是不是自动的变为step2了呀 但这时候我们呢 合成设置稍微重新调整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去调整呢 因为当前的时间呢 才三秒多一点 不太够 我们呢 给他设置到12秒 我们把给他设置了12秒 因为我们最后的那个画面呢 基本上就12秒进天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音乐咚咚咚 节奏切换的是很快的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做到的这个音乐啊 以及我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运动员的一些这个这个场上的呃 这个这个运动的一个画面呢 一个紧急给他呢 导入进来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把一些运动员的这个场上的素材啊 给他多导入一些进来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没有去进行这个每张图片的修饰啊 主要的把要把意思给大家讲到位啊 那么同时把音乐呢 也放进来 对不对 好 这时候直接的打开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把这个图片跟音乐呢 同时放进来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一样的去进行一个保存啊 一样的去进行保存 我们把那个音乐呢 给他找一下啊 这个非洲时刻应该是应该是有 我们把这个非洲时刻呢 给他放到最下面了 那么在这里面请注意啊 我们来先试听一下样本 先试听一下样本啊 把这几个图片放到 至少是我们前面的画面的后面 这是最起码的啊 这是最起码的啊 好 我们来先听一下 好 那么我们大概在这个点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出现快速剪快速剪辑的镜头 所以这个音乐 这个红线所对应的位置啊 现在要对应到哪边呢 要对应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们这时候把这个音乐呢 拖过来啊 重新的再来听音乐 好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开始快速的切换我们的什么了 切换我们的镜头了 那这时候的话 快速切换镜头的画面的话 不用我去多说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第一格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定格啊 把这个呢 统一的按shift的键呢 每几帧一个画面 好 这时候呢 再次去进行一个调整 对不对 每两次 每两格一个调整 那这时候把这个画面往后面去移动一点点的位置啊 一样的 把这个呢 按shift的键 继续往后面去进行移动啊 继续的按shift的键 这样子的话 你的顺序呢 层次啊 它是比较捋得清的啊 不会出现比较偏乱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的图层基本上都没有去重新进行命名 对吧 哎 这个地方有一个音乐文件 我们把它删掉啊 好 这时候直接的呢 对不对 OK 一样的 好 最后呢 就是最后一个图层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先去测试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画布啊 好 从70帧 哎 就要快速的切 对不对 就要快速的切 那么这时候有的人说老师啊 这个画面不够了 图片准备的不够 那怎么办 选中这些图片 来个Ctrl加D键 但这时候他们的位置是不是又错开了呀 那怎么办 在图层菜单下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有一个排列 我们把它置于顶层 我们会计键是command shift 加右中口号键 如果你对应的 windows 系统的话 就是punture shift 加右中口号键 把它呢 统一的放到上面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平移的时候 我们发现哎 画面是不是又多出来了 说是不是画面又多出来了 哎 我们来这时候看一看我们结果 对不对 哎 所以这时候的话 哎 我们的基本上的在这种画面感呢 就是快速切换镜头的这种画面感呢 就可以快速的被我们搭建出来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二节课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知识点 好 那么最后呢 马上我们第三部分呢 我们把整个的素材 以及最后要做的一些简简单单的特效呢 再给它去进行一个拼接 那么这个案例